是陳品榮先攻擊我的 就是10月24號 他就已經開始了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在斗六辦活動 人家在講說要去加入新加坡的群組 什麼加入新加坡群組 我昨天再三再三的是在拜託什麼 新加坡是一塊淨土 台灣這邊有人在那邊講要加入 我說得有夠清楚 我早上也有說新加坡人要加入群組 人要怎樣那人的事 我們台灣這些網友不要在討伐 市民跟你無關的 他說新加坡新加坡的群組 新加坡是一塊淨土 然後台灣的好朋友 你們去吃飽太閒加入新加坡群組幹嘛 他不准台灣人加入新加坡群組 到底關你什麼事 我不知道到底關他什麼事 找麻煩就怎麼找都可以嘛 是不是人家沒有罵你 你就說人家罵你 人家明明沒有罵你爸爸 你就要說人家攻擊你爸爸 霸凌你爸爸 還說我霸凌斗六的志工 新加坡有群組又怎麼了 又怎麼了 有網友也是覺得你幹嘛管人家開不開群組 他就開始了 動說我要動 所以我都在拜託人家幫忙 是這樣喔 好 陳品宏有拜託我幫他發文 幫他號召 確實是有 有那又怎麼樣 請問這個網友有罵他嗎 我聽進去了啦 好不好 我聽進去了 說各做各的才是必要的 管很多做不大自己 有錯嗎 請問網友有罵他嗎 到底這句話怎麼了 你知道這很像莊瑞雄在找韓院長麻煩嗎 院長也沒有怎麼樣 院長都沒有怎麼樣 莊瑞雄拍桌子說 韓國瑜你吼什麼吼 有沒有 院長說我哪有吼啊 就是扣一個帽子上來嘛 我聽進去了 說各做各的才是必要的 管很多做不大自己 對啊 好啦我跟你講啦 這句話我懂了啦 好不好 我們拍那麼多錢辦多年 在訪中有別人 大家就是有我們的出力 有人會叫人 大家做的老烈 現在都我在拜託人家動員的就對了啦 你確實有叫我去幫你發文嘛 那又怎麼樣嘛 不是 有沒有要棄成這樣 你娘的錢你不會花那麼多錢 你花到要破產了 你講你們在講什麼 他花錢辦活動辦到破產耶 問題是我們已經藝人繳了一千了 你為什麼辦活動會辦到破產 因為你請了一大堆的鄉親來吃免錢的 然後你只會對我們生氣 只會對我們發脾氣 我們藝人已經出一千了 錢是我們出的 你去幫你去做面子 你去請客 結果你請了太多人了 那些人都沒有付錢 然後他就生氣了 所以你公開明細嘛 你看多惡劣 你娘的錢你不會花那麼多錢 花到要破產了 你講你們在講什麼 你講這些話真的有良心啦 問題是他請太多鄉親了 總共17桌 我們大概去了6桌 那他請了10 他請他總共17桌嘛 我們給的錢一人一千 我們cover不了他要去做面子 要去撒錢 拿我們的錢去撒錢 然後入不敷出 回頭罵我們 非常恐怖 而且網友沒有罵他 對我們都開開心心的 我們也沒有怎麼樣 可是你事後你罵我們 我們都已經付一千 然後你罵我們 這就不應該了吧 然後我說你怎麼罵我們呢 你怎麼罵我們呢 我們一人都出一千了耶 很多了耶 然後他說我們的人格 如果我們覺得貴 我們的人格就只值一千 他請了那個10桌 11桌的鄉親 那都是他要去做的面子耶 他拿我們的錢去請 然後嫌我們出的不夠耶 你看有這種人耶 他就開始對著我們的網友罵 找麻煩說 說新加坡群組有台灣人要加入 我就也沒有啊 就都沒有啊 那他就要這樣子 莫須有生意的罪名嘛 然後你繼續聽 我前天辦活動 我活動辦一辦 我問大家啦 錢要了算的 我問大家 辦活動辦到虧錢虧誰的 我跟你說 我們這些網友有 你現在感覺真的有夠 有夠興奮的 你知道嗎 有夠多的啦 不要說一、兩個而已 很多啦 你看他恨的那個樣子說 你這個網友有夠 有夠興奮的啦 就是你們真的 太可惡了 他的意思就是 你們這些網友太可惡了 他說不只一個 好多個 我都不懂你們到底可惡在哪 我不懂耶 我覺得你們好可愛 好的要命耶 已經一人出一千了 好的要命 滅了錢滅了 他媽媽當母家的工程 我們就開始輔斷 你妹是我是工具人 現在是怎樣 你妹介經在做你 現在是怎樣 我拿我的熱臉去貼人家兩屁股 我拿我辛辛苦苦賺的錢 去貼你們的女神的兩屁股 我敢比他過你那些網友 讓你怎麼糟蹋到這 returned 请问你们到底怎么糟蹋他了 我就跟你讲 他就是莫名其妙 然后生出一个东西 对我们一直骂 就从这一天开始 他这个是10月24号 他心里就已经很恨很恨很恨了 他就借题发挥 我虽然没有讲话 可是我有告诉大家 在我们直播上 不要提其他直播主名字 我都有请大家不要影射 也不要骂他 我都有拜托 然后我常常一直在删讯息 万一你们影射到他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他在找你们跟我的麻烦 他已经开始在拿你们来攻击我了 那结果后来 在12月3号的时候 有一个频道主 就霸气宝宝 霸气宝宝受不了 陈品宏你一直骂韩国瑜 所以霸气宝宝就发文嘴你了 人家讲的没有错 你是被鼓仔 你是风向仔 但是就是从这个事情开始 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就是 来你们看一下 但是霸气宝宝今天针对我陈品宏在打 我就跟你们讲 霸气宝宝就是高军军 他本来就一直在把网友跟军军牵扯在一块了 他本来就要用你们来打我了 他本来就是这样了 故意挑起战火 他是因为骂韩院长才被大家退订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他就硬要来攻击我 硬要牵扯到我的身上 然后硬要说霸气宝宝是我 他打我我就跟你们讲了 打军军就是五本生意 一本万利 那你们继续听下去 更扯的在后面 你这个跟绿营的造谣没有证据也好 你不是一模一样吗 但是霸气宝宝今天针对我陈品宏在打 我就跟你们讲霸气宝宝就是高军军 有的说有的会一直说 军军是军军霸气宝宝是霸气宝宝 我就跟你们讲军军就是霸气宝宝霸气宝宝就是军军 就这样子 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是他 好不好 有的会说你证据拿出来啊 你证据拿出来啊 你愿意听他这样继续讲 你就继续听他这样去讲 我都已经很明白知道霸气宝宝就是军军了 不要跟我要证据好不好 你相信你就相信不信就算了 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 我没差 要不要信你家的事 我没有差 有人因为要跟我要证据的一定就是很笃揽我的 请有一点是非一点 很清楚啦 霸气宝宝就是军军啦 我就明白跟你们讲啦 问我有没有证据 你就问他 你怎么问我 他不是在开直播吗 问我勒 你在跟我讲这个证据 讲什么证据 对不对 我就没有证据啦 好不好 就是这样 我就明白讲 要证据的不用找我要 你就问他就好了 他会跟你说他没有 我有几分把握 讲几分话 我跟你们说 我这个人 他的事情 有几分把握 我讲几分话 没把握的事情 我不会说 你连跟我讲话 他的事情 这个还要证据 好啦 你继续就跟着他们去要证据 你就跟着他去要证据就好了 我跟你们讲 我都没有证据 我明白话再说一次 我都没有证据 我都没有证据 你看我讲这个我都很直接的 我没有证据 所以我昨天也在讲 你们认识 君君还是我认识 你们是在网路认识他 我不是在网路认识他而已 我也都没理他 我也都没理他 你看我从10月24 12月3号 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骂我 一直在骂我 每天每天的在剖粪我 造谣抹黑我 每天每天的 我也都一直没理他 到了这个是5月12号 5月12号 你看5月12号的时候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直接打给他 他不敢接 然后你看看他怎么回答的 是B斗内说君君小姐你好 某位名义代表怎么一直在说我 还在讲啊 还在讲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肯定是在造谣我嘛 那这样子我打个电话过去好了 君君打个电话过去 你真的要打吗 不要不接哦 陈品红接电话 不敢接电话吗 我直接留言给他了 来打开听 我直接问他 我所说的 陈品红你在直播上胡说八道 拿不出证据的这些事情 是在讲我本文高君君吗 他说他不接 他说我想象出来的故事这样好吗 我想象出来的故事这样好吗 等一下 他说的讲白的啦 也只是直播上所发生的事情而已 想象出来的故事 不是吗 他说他说的是他想象的故事耶 那我在说的 也只是在说 我想象出来的故事这样好吗 那我在说的 也只是在说 我想象出来的故事这样好吗 聊天